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Hey 我們Hey5 神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9月27號,禮拜五 今天最低氣溫28度 最高32度 大致天情和炎熱 局部地區有驟雨 吹輕微致和喚的西紙西南風 是,我們今天會看到很多新聞 一些包括健康的資訊 香港被揭用這個叫做預備賽 我早前還在罵OK仔 我說OK仔,你說什麼預備賽 想放在中國新聞的頭版上? 什麼東西來的? 他就說是那些一早做好的飯菜和飯 他說內地人都不吃 但是香港人就走上內地吃 那有什麼問題呢? 除了細菌之外 基本上是科技與狠活 但是記者有一些事情其實不太了解 我稍後可以補充一下我一些知識 另外昨天看到有人跳橋 哇,在丁九橋 私家車停在路肩 司機不見了 海陸空手殺後 就說找回一條C 恐怖了 車好像借個朋友而已 借個朋友的車去那裡跳橋 他真是很神心 搞這些事情 真是可憐 車就變成空車了 這還不是空車 另外看到昨天說 有兩個人在路邊打架 說打贏的阿伯也勝之不武 原來是阿伯撩人打架 拍到了 阿伯先擺手 然後那人就動他 那個阿伯原來是馬主 動手動腳 兩個都拉 你香港人最重要 和平 以和為貴 不是啊 動手動腳 打架 阿伯撩你打 那怎麼辦 阿伯撩你打也走 報警 對 擺手也不會擺 擺出來 不是打架的款 不是 通常不會打架的 撩人打架 會打架的 是不同人打架的 我當時也撩過一個拳王 我不知道他那麼厲害 我以為他吹水 我稍後跟大家說說 打架的事情小心點 我先說六合賽 六合賽沒有人中 二獎排 二百零二萬三千二百九十元 每次都二百多萬 上次幾萬元 嚇死人 三獎四十五注 中每注派 十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元 頭獎沒有人中 二四二十九 三五三十八四十九 下期 高達 什麼 多少錢 這麼多寶 五千五百萬 嘩 頭獎估計七千五百萬 我以為自己看錯 我以為自己看錯 是真的 比平時的大了十倍 差不多 八百萬 現在七千五百萬 下一期 記住買了 買了 麻煩你養我 我的家人 這個很重要 哇 香港現在嚴熱 32度 國慶日 北風漸增強 即是過了國慶之後 就會轉糧 轉糧就換季了 現在你看到 買三款都轉了季節 要的 最糧在哪裏 香港有些二十五度 大概是新界以北的地方 大嶼山有些二十二十九度那麼冷 機場那邊 嘩可能大風 好 另外看看 魚的病毒大爆發 源頭都不明 買菜挑魚 孔致命地說 源頭不明 不用理會他 其實因為老人家 長期病患者會有風險 正常人有抵抗力 基本上是不能入侵 如果現在看那些人 死亡和感染的人 大部分都有長期病患 香港人有很多長期病患 即是糖尿 高血壓 一些免疫力的問題 很多人都有 健康狀態 譬如你不夠睡 也很容易是健康狀態 他不是病 但經常沒有精神 以及容易受感染 不舒服 這裏痛那裏痛 牙周病也會 昨天有個網友跟我說 牙周病令到自己 細菌入血 所以很多事情都會令到自己 屬於長期病患 那你小心點 不要吃鮮魚 很簡單 我經常講學佛 三靜慾 不見殺 不聞殺 不餵我殺者 你看到油水的 不要吃 你要處理的時候 戴手套 就是這麼簡單 就可以避免了 等於告訴你 有性病 這樣 戴手套 就是這樣 戴手套 就是這樣 整件事真的 尤其是高危的 容易會有問題 那你自己 其實簡單的呼籲 就可以解決了 不用經常做什麼標題 看不到菌 說源頭不明 我也看不到菌 你的眼睛看到菌 實際上是看不到的 好 那些看不到的東西 嚇死人 說鬼 盜使謀殺智障女的案件 警員指女死者多處乳傷 如豬頭 調查時 文案涉茅台酒 灌他喝酒 旅警說 這個男人 那個道士謀殺案 謀殺輕道智障女 那個男人 有紋身 全身連臉也有紋身 就觸碼尾 款式就像泰國師傅 說他多處傷痕 頭腫到豬頭 死者 死因和酒精中毒有關 好像被人灌了茅台走 總之就不知道他怎樣玩 古靈精怪 驅鬼 驅魔 這樣殺害一個生命 你說那個生命 是撞邪的 我上次就說 你狗頭雜剁了他 我們就為民驅魔 魔在哪裡 在你那裡 在你那裡 除三害 所以這些 都是要判一判 審一審他的 那女被告說 女兒撞邪 你們兩個人撞邪 現在真的 心中無邪 又何來撞邪呢 心中無鬼 又何來鬼呢 幫人驅魔治鬼 應該刺你 驅了你 就差不多了 好 說一說 哇 貴婦狗 美容店 洗澡 被人搏頭 導致神經受損 27歲男店員涉案被捕 這麼可愛的狗仔 拍人頭 當然是說他頑皮 打到他 腦震盪 因為狗頭裡面的腦 丁屎這麼小 一拍他就震盪 那隻狗叫Holiday 突然癱瘓 嘩 主人知道了 回到美容院問你什麼事 還報警 回復清醒 發現狗很嚴重 又流口水又失禁 腦部又無力前行 中了重擊 大力拍他的頭 腦震盪 應該是 出現了一些問題 又賴尿 失禁 無力行路 向左傾斜 壞腦 拘捕了 27歲姓王 藍店員殘酷對待動物 可能CCTV也拍到了 CCTV拍一下藍店員犯案的過程 你這些混蛋 你不喜歡動物 你就不要做這份工 對吧 做這些工 你真的當作打工 我告訴你 人生最嚴重 做任何的職業 你當作打工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又沒什麼所謂 沒什麼所謂 當作打工 其實每一個崗位都有所謂 開車不留神 撞死人 保安不留神 被賊入屋 那你的崗位 你本身就是有你本身的職責 你幫小狗洗澡 你就是要愛護動物 讓牠有奔至於歸的服務 你看到網上有些幸福狗 做了負債 不是每隻狗都這麼幸運 主人疼你 帶你去那裡 想著美容洗澡 一旦拍到頭上 現在老坦了 那隻狗就出事了 人 所以 不要經常想賺錢賺錢 好 說說香港的飲食 被人踢爆了 連鎖餐廳 用內地預製米 露斥離譜 那些食客說 那些飯像蘿蔔糕一樣 跟一間餐廳 推沒有檸檬的檸檬茶 即是用那些 用那些什麼 好像那些 為什麼會疼呢 因為我不想管別人的品牌 那些飲檸檬茶 一向都沒有檸檬 即是現在說你 搞錯 我們平時吃七仔 外面的便利店 已經是要吃這些東西 你去到餐廳 都給我們這些東西吃 其實成本 不便宜 他在說的 預製米 一個個膠袋 整好 這樣 看起來 要三個八人民幣一個 你一堆米 一大煲去煲 一定不用這個錢 為什麼他要這樣呢 飯煲的那一刻 是有技巧的 要煲這麼大的煲飯 我以前做過餐廳 整個半個人這麼高 有一個動作叫做打飯 是的 要煲起來 然後打去另一個位置 放在另一個煲 放涼 然後再煲 那一刻的動作 要雙手不怕熱 而且拿得起重 其實舊底的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的 現在的人身入職是很難做的 還有很大的飯煲 他可能這樣貪方便 用微波爐去燒飯 很多香港的網民就說 有沒有搞錯 我外出吃飯給我吃 他們這樣說 連飯都不煮 直接叫貨 有些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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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一些飯不好吃 其實那點不在這裡 那點在什麼呢 那點在內地的人 已經不吃這些預製菜了 但是香港人走上去就照吃 可能當作是旅行 或者什麼 因為內地人知道 他看到後面那個 花學元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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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內地很多東西 譬如 他說他在淘寶 有些人逃下來的 那些什麼打火鍋 膠製 一拉繩 用石膏發熱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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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科技 狠活 最大的問題是 以前我在健身的時候做了一個研究 預製菜最大的問題是塑膠 任何加熱塑膠 過度、塑化劑 會釋出影響身體的荷爾蒙 痴性荷爾蒙會有影響 但是男女也會有影響 因為我們那時候 要用最少的時間 生最多的肌肉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會有那個 玩極不大隻 或者是有一個叫做 女性化的傾向 就是跟那個 塑膠有關 男性就是這樣 女性更加可能會有一些 苦科病 所以其實吃東西 我們盡量就是 天然 他那個問題 他在說 所有任何塑膠 包括他們是 合乎世界的標準 都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塑膠微粒釋出 他最大的問題是 製作過程 譬如你煲飯熱了的時候 一滑到塑膠裡 他本身已經有一樣東西 滲了進食材裡 那這個就是 如果我們外出吃飯 當然希望他們是 給我們一些最好的東西吃 但是因為那些人貪方便 他們計算而已 錢 我計算成本 賺到就可以了 那些連鎖餐廳 就倒閉了 為什麼內地也有這樣報出來呢 因為基本上很多東西 他們是貪方便 本身我們可以接受更好的食物 但是人們就慢慢 由那個 懶惰 就變成 影響到自己的身體 喂 你 後來是 有些東西是不可逆轉的 他就說 其實很多 外食族 就要小心 那些醫生說 他影響到你的免疫系統 就是那個 荷爾蒙 就令到各樣 尤其是 現在的人上班 你帶飯 就不要緊 帶飯 也不要緊 不過有些人 之前我們 好像香港連波仔也沒有了 以前好像有很多分店 現在就不見了 那些東西 就是用那些 塑膠 或者什麼 在日本 馬來西亞 泰國也很多 他們用膠袋裝熱湯 或者 日本用一些塑膠 來裝大阪燒 那些 為什麼我又知道呢 其實我那時候買了 然後去檢查 那些什麼PP膠 等等 看回它70度以上的高溫 已經會有 止壓物質 所以如果要避 就盡量避 如果日本吃這些外賣 但是它是用紙張的包裝 用紙的包裝 比較安全 是的 但是有些人都是用塑膠 他們都是不理 那麼 好了 自求多福了 因為世界實在太多這些問題了 那麼加上 譬如現在 擔心燈革熱 那麼 人肉實測 那些防蚊產品 似乎是沒有料到的 是那個智商稅來的 就是說防蚊 但是 查完之後也有蚊針的 這樣 是啊 Dr. Kong也最喜歡說這些 就是那些什麼化合物質 或者什麼 那麼 你們 其實不野蚊 也很難的 因為你本身是他那個食物鏈來的 人類是 沒有辦法 少些去那些郊外 有些人是野蚊也不得了 血甜 血糖高 我上次認識有個肥仔 哇 針了一塊塊我沒有 不斷針它 它比較香 是的 有些某種血型也是容易針 針也沒有所謂 但是現在你說燈革熱很容易 有腦炎 死的 大哥 它不死有腦炎 就麻煩了 所以大家也是要小心 現在看到香港很多食物問題 整個芝麻糊裡面 藏著大蟑螂也有 炸雞翼裡面 有一條彎的毛 哇 嚇死你了 眼不見就為乾淨 所以在外面吃東西 現在這樣搞 在香港地 好 全世界都是這樣 全世界都是眼不見為乾淨 說說那件跳橋事件 在丁九橋 借了朋友的車 去到那裡跳了就失蹤 於是凌晨找回一條絲 在深井的海面 四十七歲男子 去到那個叫丁九橋往九龍方向停在路堅 一躍而下 有駕駛人士途經發現車沒有人 懷疑有人跳橋 報警 找了直升機去找 原來發現死者有情緒病紀錄 在凌晨一時 有市民在深井深池街對開海面 發現一具人形物品飄浮 於是報警 找回他 人員把遺體運到深井污水處理廠上岸 就是失蹤男子姓梁 真是可憐 做開就做 在新聞那時候 幾短時間 的士連續幾單 好像那時候 在度假屋裡搞的事情 人是讓群心理的 做這些事情也讓群心理的 因為 說他們的人有那個想法 本身的心也很不開心 看到別人的做法 自己跟著一份 你不要以為是追星才讓群心理 你不要以為是 喝珍珠奶茶才讓群心理 連死也讓群心理 所以怎樣呢 多些去接觸正能量的節目 正能量的資訊 一些善知識 那你就不會這樣 你讓群心理有些好的事情 有正有邪 這個世界有陰有陽 所以有些人跟我說 我家裡的兒子經常看鬼片 那怎麼辦呢 那就看一些正義的事情 看Marvel數過 被他迷惑其他事情 Marvel數有些都是很殘忍的 好 另外說一下 撞車撞到九彩 玩迷你電單車 撞到昏迷送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那個迷你電單車小到 好似小孩子玩的 以前在大埔的套路廣城 有人飛這些 入油的 這次他竟然在觀塘上飛 在石頭上 一聲撞過去 撞到昏迷 本身玩的東西已經犯法了 這個男人五十三歲 凌晨1點06分去飛這個迷你電單車 這麼小的車 基本上你想想也知道 很難操控的 抱著引擎飆過去 一下子撞到石頭上 跟自殺有什麼分別 那個男人胸口受傷 躺血昏迷倒地 有市民發言報警求助 交通意外有人受傷處理 不能殺制 那些東西 一殺制 那個人這麼小 那個車這麼小 那個人這麼大 一整個飛出去 他本身 合規格那些都危險了 撞過去 真是 糟糕 現在昏迷 進了醫院了 所以不要玩這些 打遊戲算了 不過打遊戲也不要太過度 我自己 我最近打的飛車遊戲 因為腎上線和血壓飆升 原來很多年輕人打遊戲 撤死也是太過刺激 還有夜晚 這個注意注意 提點一下大家 我知道不是很多人打遊戲 我打而已 我提點自己 另外 又有電單車重創昏迷送軟 全灣公路兩車互坎 私家車司機危險駕駛被捕 嘩 撞到爛了 頭盔也掉了 真是恐怖 是一個 聖李三十八歲 開的那些 劉德華那些烈火箭車 炒了 撞爆了別人的大銀幕 就是那個車頭玻璃 那個人 送去馬吉列醫院搶救 好 右輪位置 車頭有兩攤血跡 私駕車司機 危險駕駛導致攤 身體嚴重受傷 嘩 恐怖了 整個電單車都散了 沒有辦法 這些 沒有辦法 真的 所以我自己也 只是提醒自己 什麼都可以迷上 沒有迷上電單車 不是真的嚴命長 因為電單車太容易入手 便宜 考驗牌又容易 容易買到 方便拍位 那些人 那些人 這麼窄 為什麼香港這條路很窄 全世界也是 危險率最高的交通工具 乘搭飛機 怕是幾人休天 是的 但是 車禍每天都有 相當危險 好了 昨天打架的兩人 就是開車了 原來 廖家打的那個 人家說 打贏的阿伯都 都聖之不武 掛伯遼你 那怎麼辦 在網上看到很多人留言 先撩者戰打死無怨 跟法官說 看看是不是這樣 不是的 兩個人都被抓 不是誰撩你 他撩我打架 我去打他 你讀書沒有 先撩者戰打死無怨 也不是讀書教你 教你和氣生財 但是他不和氣也能生財 撩人打架的那個是會計師 而且是馬主 你就被人教訓你 是不是 他說 黑衣男人 滑開車門 惹衝突 金勞氣做什麼 金勞氣 但是他們都打架 兩個公眾地方打架 你看到 擺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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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會打 兩隻手 我放在肚子上 是不是打 然後被人兜除窩面 會打就不會打 會打擺頭 打什麼鬼 對吧 賓人金勞氣做什麼 他們兩個打 看看 他說 自然如無打燈切線違規 願意接受票控不作爭議 但他認為事件可以大事化小 他說黑衣男人擅自打開車門 引起衝突 又出手打他的肚子 在先 看到他們有擺手 那兩個人都打 兩個人都有打架 他會考慮和解 如果對方願意道歉 算了 已經過去了 不是 你搞官司更麻煩 通就通完 氣就燒了 當然是和解 這件事最好處 經常說一些不懂打架 那些不懂打架 包括我自己 那次有個人 走來跟我說 他說自己白眉的 那我以為他吹水 那我說 嘗試一下吧 出來玩一下 玩兩下 那我就學一下 他說 說笑話 大家跟著 沒有朋友 二舞回遊 吹水 後來就去看他Facebook 那些散打冠軍 原來 不懂打會令人打架 會打那些會讓你的 你知道嗎 會打那些真的不會 說笑而已 所以大家真的要和氣 不是每個人都很幸運 遇到一個高手就不打你 哈哈哈哈 另外說順風集運 大便宜 大降價最多便宜四成 手兩公斤自取收十四元 早上拼單即日抵港 那你香港的零售便玩完 哈哈哈哈 本身已經是倒楣的了 現在降價41.4%和23.8% 可以了 淘寶可以了 難怪那些人用內地米 淘寶淘下來 大陸淘又便宜 也免得送在你門口 你真的 唉 轉型吧 不然怎麼搞 受不了 另外何文田 防委會總部35歲男職員 去廁所被偷拍 另一名26歲男職員涉案被捕 男人拍男人 昨天傍晚5時55分 真是變態 男人拍男人 為何今天有這麼多事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拘捕了一個姓周26歲男子 我當時在公司 有變態人 你不要以為男人會被非禮 有的 在尿兜裡裝你 然後搞自己 很多變態人 我們這些人很斯文 有個 有個朋友有秘件 周身公仔 他試過這樣被人 碰撞 然後他們還在笑 還在笑 唉 被人打到那個 那個什麼 洗手盆都爆了 真是 撞過頭過去 整班兄弟進去看 什麼事 對了 然後又什麼 非禮 那次 當然是叫大家不要動手動腳 那一下子 那一下子 女人通常會害怕 你說被人偷拍或者什麼 怕被人非禮報警 男人有些受不了頸 覺得你是變態 是 被人教訓的 那些是因果 就是 不要搞什麼 你同性戀也好 你異性戀也好 你做這些事情 都是不對的 控制不了自己 會招來惡果 這個就被人拘捕了 他說什麼 立刻衝出去賀子 被人拍到刺隔 應該去大 刺隔 對方表示 刪除有關相片 雙方爭論 期間驚動 另一名職員 不用說 報警 有沒有說 當然是報警 神經病 放在公司裡 真是發瘋 好 另外有女子燒炭 最近我說少了自己搞定的新聞 不是香港少了發生 只是我少說了 錫尼爾村 類子燒炭 前夫揭發 可惜太遲了 51歲前妻 昨天晚上11點28分 輕生 有情緒病紀錄 丈山村 男子高處墮下 證實不治 老人家說80至90歲 厭世了 這些都是可以在 在佛學裡找到答案 情緒病 萬元放下 一念不生 或者一念不生 萬元都放下 另外 厭世的 做多些事不定 身體的病痛都會 消失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